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继续在神的话语 圣经的真理之中来学习 让我们因着顺服神 而产生那个美好的生命力 在过去很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基督徒一样受这一个 新冠状病毒的影响 同样面对这一个普世性的苦难 但是我深信 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虽然同样的面对苦难 却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是什么 这个生命力不是在苦难发生的时候 突然间就产生 这个生命力其实是在我们平常 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开始 就不断的在真理里面被教导 并且操练 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督徒在今世面对环境也好 或者说我们在有限的今生 要领受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部分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上一次开始 我传讲这个登山宝训 讲到八福 这个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上一次我们提到 神在赐福属乎他的人之前 先装备他们的生命 所以有八福 我们看见八福前四福 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你的灵力的生命应当怎么样被调整 你是需要是个虚心的人 我们讲到那是个灵力贫穷的人 是一个对罪有敏感的哀痛的人 是一个对神温柔的人 是一个温柔的人 是一个饥渴沐沐的盼望 活出神的话语的这样子一个人 同样我们在跟人的互动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在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方面 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是一个连续人的人 是懂得去体贴别人软弱的人 神也要我们做一个清新的人 在人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道德规范标准是属乎神的人 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愿意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 也是一个愿意为真理去为义受逼迫付代价的人 上帝要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 在有限的今生的每一天 按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操练 按着这样的方向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像 尘照在山上一样 是不能隐藏的 应该像光放在那一个桌子上 是照亮一家人的 这种光颜的生命是被要求 那么今天我就要和各位继续在 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序里面 继续的来研读 接下来的这一段 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十七到十八到四十八节 这一段主要要谈到的 就是既然神要我们做出光颜的生命见证 那么光颜的生命的指标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发现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 一连从六个方向来教导所有属乎神的人 我们怎么样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怎么样在神的真理里面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遥遥 我们所要明白的 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里面 我们发现主耶稣用了六个方向 这六个方向他介绍的方法 一开始都是说你们听到有古人说 这个古人是指什么 就是当时的这些律法师 犹太人 他们怎么样解释旧约的律法 主耶稣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讲法 但是后面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 主耶稣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是弥赛亚 他是有权正确的去解释律法的那一位 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只有听古人怎么讲 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在天国里面的子民 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的 这是很重要 那么他用了六个方向 那个六个方向其实跟旧约的律法有关 这里面讲到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休妻 然后讲到说要做成事人 然后要讲这一个 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然后最后讲到说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你们仇敌祷告 从六个方向来讲 其实这个六个方向 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处境里面 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 今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凶暴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这种淫乱的一个时代 是这种高离婚的时代 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充满了诡诈的时代 是我们可以看见到处我们都讲报复 讲仇恨的地方 我们对人 尤其对敌人的态度 那也真的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充满了那种恨意 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是 所以这一个超越时空的现象 其实主耶稣老早 在登山宝序里面就已经告诉 每一个属乎神的儿女 你从神得救了 你现在是天国的子民了 那么你应该要怎么样活 所以接下来我想 我就用这些讯息里面和各位来报告 首先在马太福音的 这个第五章的十七到 这一个二十节的这一个部分 主耶稣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属乎神的儿女 要活出胜过文社和法利赛人的义 我们可以这样子明白 主耶稣常常指责文社和法利赛人 他们就是个宗教人士 他们对神有认识 但是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是脱节的 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讲 天国的子民不要只是一个宗教人士 什么叫宗教人士 对今天来讲 你就好像说 我每个礼拜天按时去做礼拜 我也奉献 我也参加一些圣工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可以了 那个叫做 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认知 所以当主耶稣谈到 我们一个天国子民的时候 你不能够只是一个表象的宗教人士 所以他一开始来讲什么 这个宗教人士 他就只有外在 他自己的生命本身来讲 是不被改变的 所以主耶稣第一个来讲到说 他说他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讲 他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是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主耶稣来 而不是说主耶稣来了 我们在灵里自由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旧约律法的这些规范 不单单主耶稣没有把它废掉 主耶稣还要把它完成 成全它 实现它 这也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不是只是得救了 他就等着上天堂了 得救了之后 要活出新生的样式嘛 所以 格林多后厨讲 若有人在基督 他就是新造的人了 你有没有一个新造的生命的展现 这就好像当年主耶稣 对的这些群众讲话也是一样 你不要以为说 主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是个恩典的时代开始 那么做旧约那些 对于人自己品格上面的 这些带领的这一部分 那都可以不要了 没有 主耶稣说我来 要成全 他说就是律法的一点一化 这个一点是 希伯来文字母的最小的一个字母 一化是字母里面最小的一笔 也就是说 律法里面最小最偏微的部分 都要成全 不能够废掉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 然后他更指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当我们怎么看待 这些律法的规定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说 所以无论何人要废掉 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主耶稣这句话很重要 换句话说 你对于那一个人 活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现象 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 神要他们在应许之地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标准来的 他说你照着这个去做的 天国里面是大的 你告诉人家 这个不重要 不需要尊贤 天国里是小的 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在天国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位分 而这个位分取决于 你对于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或者对于遵行圣经真理的台独而定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今世的位分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 有什么样在人面前是否被尊重 在那个永恒的天国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 在那个里面的位分 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有限的今生 我们面对圣经真理的态度有关 如果我们是遵行的 我们是照着去做的 在天国里面是大的 但是相反的 如果认为这个无所谓 我们现在都自由了 心想事成了 要什么神给什么的 不去做生命的改变 只在物质上面的这种的 虚妄的追求 天国里面是小的 这讲得很清楚 然后更重要的 下面讲到说 要我们活出 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为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请注意最后这几个字 断不能进天国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也就是说 你对于真本圣经里面 所要求所有 属乎神的儿女 活出的生命界的这一块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执行的话 你是断不能进天国的 也就是说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对于神的话 他不单单是可目 极可目意嘛 他还乐意去遵行 常常有的时候 基督徒会有一个问号就是 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其实问这句话的背后 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 我将来到底可不可以进天堂 其实这句话不需要问别人的 问问自己就可以 也就是说 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 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是否很可目神的话 神的真理 并且乐意的去遵行 而且是由心里面去遵行 不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 只是一个宗教人士而已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 你必定是一个得救的人 这样的人在天国里是有份的 否则如果只有一个虚无的表象 这讲得很严重啊 他说你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我们传道人 实在是要把神的话传讲得明白 不要随随便便的告诉弟兄姊妹们 平安了平安了 你已经受洗了 你已经加入教会登记了 你每个月也有十一奉献 你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应许 圣经告诉我们 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子里复活 这个人才是得救的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圣经又告诉我们 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你看见圣经对得救下的定义非常清楚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并且因为是生命主 我们乐意遵行他的旨意 这样子的人进天国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 这样子明确的教导之后 我们就要来看 那么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说 那么他说 遵行神所吩咐的到底是什么呢 主耶稣用了六个方向来提醒我们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 第一个 他就要我们对付我们老我中的暴力之气 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今天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老是看别人不顺眼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这是律法里面规定 我们在实践里面 看见有不可杀人的一条 当然这条不可杀人 指的是不可谋杀 就是你设计想方法 就把另外一个人杀掉 这个是不可以的 其实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讲说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也就是说 在老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也告诉我们说 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具体的行动 设计谋好去善害别人 你恨他基本上就是杀人的 那么主耶稣也更进一步的讲出 你为什么会要预谋去杀人 为什么那么恨人 为什么要讨厌别人 为什么有这么暴力之气呢 他说怎么样 主耶稣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公正的看待每一个人的价值 所以他讲不可杀人之后 后面他就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只是我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这个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活 主耶稣说 讲完不可杀人之后 不是讲一个外在的行动 他开始转向一个人内里的一个心态了 他说这个内里的心态是什么呢 你向一个人动怒 动怒的极致的杀人嘛 那你为什么会向动怒呢 他后面讲到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讲到说怎么样 他说你看骂弟兄是拉家魔力 这个拉家魔力 翻成今天我们能够懂的话 就是骂人家是笨蛋的 蠢货这样的意思 主耶稣说你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为什么会骂另外一个人是笨蛋是蠢货 这里面有两个盲点 第一个 骄傲得不得了 我很行我很棒 你做事怎么做成这个样 你怎么那么差劲 你跟笨的跟什么一样 这是一种骄傲的心态 没有一点点谦卑的心 没有一点点感恩的心 不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是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 第二个 更严重的 你完全看不到 另外一个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的 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你的学士你的地位你的财富 这个很丰富的人 这个人地位高有价值 我们看不见 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心思想 形象跟样式照的 今天人生在世 遭遇的处境不一样 机会不同 造成我们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问题的本质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 每一个人都是神为他去死的 神爱的是世人 不是世上的精英分子 精英分子神也爱 非精英分子神也爱 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个 说我们会动怒 甚至于到个第一步会杀人的情况下 刚开始你的心就有问题了 你的心里面不懂得尊重人 你的心里面至高至大 你的心里面看别人不如你 主耶稣说一个天国的子民 在这个地方要改变 这是第一个方向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外在的杀人行动 我老实讲 今天我们世上能够在外在去具体的发生 这种杀人行动的人并不多 连不信主的人也不多 但是基督徒属乎神的人被要求 从心里面去检视 你有没有看重别人的价值 你有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这是第一个 然后又给我们看见 他告诉我们说 不单单要与神和好也要与人和好 这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上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谐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街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段经文主耶稣又在 不可杀人这个大前提之下 引申出另外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什么 是我们得罪人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说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别人对我们不满意了 别人对我们不满意 很明显的我们有些地方 做得不合适 这边提到一个场景 是说有一个人怎么样 在祭坛上献礼物给神 祭坛上献礼物给神的目的是什么 要与神和好 旧约都知道献祭的模式 是恢复神人的关系吗 主耶稣这篇教导说 你去要与神和好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你跟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今天你还得罪人 还有一个人因为你而怀愿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 他说你先去与人和好 先活出那个得救的基督徒应有的生命 再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 必须表里一致 你不要只有一个外在的形式 我礼拜天穿着整整齐做礼拜 而我私底下跟人的关系一塌糊涂 不对的 你应该要先去跟人和好 他这边讲说一文钱没有还清 就表示说是一个怎么样 是因为你对人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这种亏欠 你如果有亏欠的时候你要做 今天我们人有个特性 我们很容易记到别人亏欠我的 但是常常忘记我们亏欠人的 一个基督徒是有一个自省的能力的 在你所处的群体里面 你懂得去思想去反省 看看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做的不对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一个基督徒 他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 看重人的价值 所以他不会骂人 也不会对人动不动就动怒 他也懂得自省 看见有什么地方得罪人的时候 跟人恢复关系 所以这个就比旧约律法里面 所胆弹的那一个 外表看起来的那个 不可预谋杀人的事情 就更深一步进到人心的探讨 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看重另外一个人的价值 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 常常有这个谦卑的心 我们得罪人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能力跟勇气 去与人恢复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当然这条的规定 我们也要做一点说明 就是圣经并不能根据这条来指 我们反对实行 追求公义正确的一个做法 一向是圣经的一个原则 在这个实行了 或者是维持治安 或者一个人保护自己了 或者以及公义的战争的 这一部分造成 杀人的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这部分圣经并没有反对 这个部分我们要做一点了解 好了 第二个 主学书提到第二个方向 讲到是我们严严的 要我们拒绝淫乱的这个引诱 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28节说 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 这些讲到不可奸淫 什么叫奸淫 这旧约律法里面很清楚的看见 就是凡是婚姻关系以外的 性关系都是奸淫 不管是婚前性行为 还是婚姻关系的 婚外的性行为 这全部属于奸淫的这个范围 主学书在这边教导 不单单只是一个具体的 犯淫乱罪的一个行为 讲到说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 换句话说你看 这不是说你看见妇女啊 是看见妇女之后动淫念 什么就是动淫念 淫念就是受那个邪情私欲的引诱 从你的心思意里面喜欢这一个女人 然后甚至想进一步跟她发生这种不正常的性关系 这叫做动淫念 一个人的思想常常是在她行为的先驱 她先做 其实在雅各书的第一章 第十四到十五节就已经讲到 说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私欲只是老我的生命 牵引诱惑的 然后怎么样呢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里面你看见那个罪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的 从私欲想要想法 然后会长成 长成就生出那个具体的动作来 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土学书说不要 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 保守我们的思想上面的圣洁 这是很重要 而且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要非常严肃的去对待 怎么样一个严肃法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29到30节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挽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讲法 不是说将来在天国里面的人 不是缺眼睛的扫腿扫手的 不是 这表示严肃性严厉性 就是说当你有这样子很可能 因为眼睛因为手 落在这种淫乱罪里面的时候 宁可他切掉他 宁可不要他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意思 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于这种思想里面的淫乱 要非常严肃的去看他 不能够容许他 好像那个私欲怀了胎 生出醉来 醉去长成 不要让他长成 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语 这是对基督徒的要求 所以你也可以看见 圣经这边给我们看见 要我们基督徒眼目手脚 专心在你自己的配偶身上 不要整天东看西看 那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这一个充满色情媒介 淫乱的时代里面 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有何等的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需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有一句话讲 你可能没有办法容许飞鸟从你头上飞过 至少不要让他在你头上坐窝 今天你打开媒体 打开这种传媒 到处都充满了色情跟暴力 你好像不看到都很难 但是你至少不要沉迷在里面 不要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产生了一个由淫念造成的那种行动 要在思想上完全的隔绝 这是神对于所有基督徒的要求 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间 看见所谓的me too运动 你可以看见多少所谓的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大官贵人 各行各业的专家 都落在这一个性侵犯 这种女性或者女孩子的身上的这个问题里面 这就是表示你的思想纪念 跟你的专业能力不成比例 所以造成专业能力上你被肯定 可是有一天东窗事发的时候你就胜败名裂 基督徒神老早就提醒我们 虽然这个世代日趋道德的沉沦 邪情私欲冲刺 基督徒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种色情的网站 色情的事业 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处横行 基督徒要靠着主 胜过这些 这是要求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天后怎么要问自己啊 我到底是向这个世会妥协 还是我落在那个沙断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的这攻击里面 我愿意不愿意保守我的心思意念 专心的看待 神所赐给我的配偶 把我的爱 把我的专注力都用在配偶身上 而不是到处乱看 产生营念 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主耶稣很清楚的教导 不只是外在的 奸淫的具体行动 更是从心思意念里面 被神来管制 再来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从第三个方向告诉我们 要我们尊重婚姻的神圣性 阿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就当给他修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取这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监影 好了 旧约有这一个修妻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摩西准以许色列人修妻 摩西准以色列人修妻是什么 那不是一个规定 那只是说为了人的罪性的结果 制定了一条让这个罪性的结果不会无限制上纲的这样子去伤害人的 这个修妻之后给他修书 给他修书有什么原则 第一个 避免不要不道德的行为发生了 你既然已经不喜欢这个妻子了 又愿意活在罪里面 结果你又不给他修妻 让他处在这种很危险的处境里面 这是不对 他这种保护妇女的一个作为 妇女在拿到这种修书之后 至少人家不会看他像你跟苍妓一样 或者是你是一个淫妇一样 给他一个修书说明 这是给修书 这个不喜欢他的原因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也很宽松的 像这个沙满学派 他们认为太太菜做的不好吃就可以修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耶稣指出说不是这样子的 人的婚姻关系 不是只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 今天你如果任意的离婚 任意的修妻了 那么在神的眼中 他不承认你这样子的一个 修妻的一个行为 那么不承认的时候 那婚姻关系还在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被你修掉的妻子 他就为了当时啊 为了生活的需要 他必须要再嫁 否则他根本连生活的基本能力都没有 不像今天女性主义已经起来 大家都可以有工作机会 以前没有啊 以前妇女 你没有一个依靠的账文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被你莫名其妙修掉的妇人 就跟另外一个人要去再婚的时候 可是在神的眼中 你原来的婚姻是不合法的这个结束 所以你的婚姻制度还在 那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如果再嫁别人 那她变成在两个婚姻里面 变成是淫乱的行为了 所以主耶稣讲说 如果你的修妻不是因为 淫乱的缘故的时候怎么样 你就让你的太太 叫她做淫妇了 她不是淫妇 但是被你害的变成是淫妇了 所以主耶稣怎么样 告诉我们说 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唯一的一个可以离婚的一个正当的理由 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但是请注意啊 这个理由也不是说你非离婚不可 如果透过悔改 透过劳恕 我们仍然要设法 让这个婚姻能够维系下去 当然到保罗 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 他看见另外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如果有不幸的一方 夫妻两个人有一方不幸 不幸的那方不愿意跟信主的人同居的时候 这个时候被信主的那方可以被动的接受这个事实 除了这个处境之外 不可以有离婚的状况之下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看见人任意的离婚 今天离婚是什么 只要不快乐就可以离婚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现象 那么不快乐的标准是什么呢 以我为标准 我觉得不快乐就可以了 你不觉得不快的时候 你的配偶还觉得蛮快乐的 那怎么办 这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 不愿意结婚 同居在一起 刚开始觉得很自由 也没有婚姻的束缚 可是等到后来发现 有一方觉得同居跟你在一起 没有味道了 不怎么样 我要跟别人在一起了 而问题是说 我跟你同居在一起 我还很觉得很愉快啊 哦这个时候产生冲突 同居都这样子 何况婚姻 今天基督徒对于婚姻的态度 婚姻真正的幸福跟快乐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们的价值观 生命观常常是偏差的 所以婚姻的幸福是在于 两个人同时在神的真理里面 被神改变 两个不完全的人被神调整 以后我们结合在一起 往前行 这是制造婚姻幸福的 一个唯一途径 不是动不动用离婚的方式来 来处理 所以这一段经文 在这边的教导也很清楚 所以圣经告诉你们 有古人说 休期之后给他休出 你就可以离婚了 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 对于婚姻不能够这样子 随便草率的态度 你否则化 献人于不义 自己也在一个荒荡的一个行为里面 这是这方面的第三面的感见 第四个方向 主耶稣又提出了 要求所有的基督徒 做一个诚实无伪 值得信赖的人 所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三节跟三十七节说怎么样 他说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背试 所起的试 总要向主谨守 你们的话 后面有讲到说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了 主耶稣指出了 这样子一个心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说话 你就要言出必行 你不可以说了不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许愿了 向神许愿了 你不可以随便改的 许愿了你就要 认真地去把它做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不可以背试 然后怎么样 主耶稣纠正了 当时人的一个 错误的一些观念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旧约说不可起事 所起事的事 就一定要遵守 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责天起事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责地起事 因为地是祂的脚凳 也不可指责耶路撒人起事 因为耶路撒人是大军的精神 这大军就指的是耶稣自己 指的是神 又不可指责你的头起事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了 主耶稣这样子讲 有祂的一个背景 那个背景是什么 就是当时他们形成一种氛围 这种氛围就是说 我讲话你不信 对不对 我讲话你不信 那我发誓 我发誓 可是在发誓的过程里面呢 他们又有要求 又有教导了 怎么样教导呢 如果你用神的名 指责神名 我奉神的名说什么发誓 这个你一定要做到 可是如果你没有奉神的名 你讲其他的话 那比较无所谓 像什么指责天 指责地 指责耶路撒人 大军的精彩这种发誓呢 如果你不做到 没有那么严重 这是当时的一个风气 主耶稣说不可以这样做 天地耶路撒人都是属乎神的 你怎么指的不是属乎你的东西发誓呢 甚至于你的头发也是一样 你的头发也不是属乎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的 所以你指的这些东西启示 在当时的人来讲 这样子的誓言比较无所谓 一个誓言比较无所谓 后面的结果就带来诡诈 有些人没有辨别那么清楚啊 哦你都已经发誓了 我就听了 我就跟你亲 跟你的去做了 主耶稣说不行 你不能够这样子做 主耶稣明白人心里面的诡诈 用这种好像没有牵扯到 神的名的事情 指责天地耶路撒人 指责自己头发来 头来发誓 指责自己来发誓 这些誓言在世人来看 当时的人来看 可以发誓而不做的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 因为你没指的神的名发誓言 主耶稣说错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以的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里面来看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这一个社会里面 充满了谎言 抹黑照耀 处处可见 今天美其名叫做言论自由 在这个自由里面有多少是谎言 谎言也自由 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别 什么是谎言 什么是真的 所以造成今天有很多时候 人看一个事情 有的时候偏差 人对一个事情的判断 有的时候不准确 因为太多的躲在网络背后的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些言论 充满了谎言出来 主耶稣告诉所有属神的人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天国的子民 你不需要用发誓的方法 让人来相信你所讲的话 你应该在平常 跟你周围相处的人的中间 别人就认知你是一个 忠信可靠的人 你讲的话是实话 别人不需要你用外在的 家的这些方式 来证明你自己所讲的话的 那个准确性 这是主耶稣对于 所有属乎神的儿女的 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在平常 我们与这些不认识神的朋友们 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让人感受得出来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其实你要让别人感觉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一个真基督徒 还是我这个基督徒也是隐藏的 我这个基督徒只有礼拜天 那时候跑到教堂去 其他时间我跟你们一样 你们花天酒地 我也花天酒地 你们循师王法 我也循师王法 那你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这样做的时候 别人不会相信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 所以 这句话里面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所以主耶稣讲 不要启示 当然主耶稣这边所讲的 不要启示 本身来讲 我们是主要是局限在 言语不被信任使用的方法 其实在某些场合里面 其实 譬如说在一个议会 或者在今天的法庭里面 要求你宣示 那并不违反这一条 那只是说 你在众人面前宣告 我下面所讲的是实际的 那跟这边讲 别人要不要相信你 不一样 那是一个 世界上的法律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来取信 相信你所讲的 后面讲的话是真的 要去做 这个主耶稣受审的时候 大祭司也跟他讲 你要启示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说我就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 更准确的去明白 这条规范 那么下面 第五个方向 主耶稣所要求的 这个部分恐怕是 所有的基督徒 面对这段经文的记载的时候 感觉到最难的一段 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 要我们以善圣恶的 生命表现出来 拿来福音第五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这个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很多人对于旧约圣经 不是很准确的认识的时候 会认为说 哇你看这是个报复主义嘛 别人打你眼睛 你就要打他眼睛 其实这条法规 在当时的规定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指向 你一定要怎么样做 而是不要你超越 你所受的伤害 一个报复行为 我们如果摊开 人类的历史里面看 这些法律的制定 其实有很多时候 未必是公平公正的 有的时候是偏向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哈摩拉比的法典里面 规定一个小偷 如果偷了东西 把你手堕掉 这是一个 显然是一个残酷的 超过他罪行 所要受的刑罚的作为 所以在旧约里面才规定 就是说 如果人家把你眼睛打坏了 你最多只能打坏眼睛 你不可以说 人家把你眼睛打坏 你把人家杀了 不可以 人家把你牙齿打掉了 你不能把他四肢都打残了 你最多就是把他牙齿打掉 这个不是一个说 你一定要这样做 它乃是一个限制 限制你不要超越 别人应受的刑罚 或者因为我有权有势 我爱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我能够操控法院 我能够怎么样报复 这是原来的这一个法条的一个规定 但是主耶稣的要求就更高了 他要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 要我们以善圣恶 这是下面金额的基本精神 就是你要用善来对抗恶 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2节说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也就同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迟 这是一个 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 所讲到那些负面的作为 都是罪行的表现 打你 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的左脸 这个打你右脸的 我们用右手打人的时候 是打人的左脸的 打你右脸是反过来打 这是一种在当时 是一种非常羞辱的情况 这个说 有人要拿你的礼仪 告你的时候 这是在法庭里面 强欺你 把你礼仪都拿走 那些外衣都给他 那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 这是一个军事长期的状况 当时犹太人是亡国 受罗马人统治 罗马人的法律有一条 所有的罗马军官 可以随时征调一个老百姓 帮他抬他的这些 知重的物质或者行李 走一里路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所以你看 当主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 背不动的时候 罗马人就叫一个 鼓励难人西门 你起来 帮耶稣背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这都是一个 很强暴的一个 这个不合法的 不合这种人性的一种处境 后面最后讲到说 有求你的就给他 向你借贷了 这也不是指一般朋友之间的帮助 这指的是那种强求 要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你夺你的情况 以色列人当时在亡国的处境里面 他们受尽了这种屈辱 所以主耶稣就用他们当时 所碰到的一些处境里面来做 然后主耶稣所做的一些 要求的一些做法 这些做法在我们今天听起来 真的是无法接受 打你右脸 右脸还要转过来给他打 拿礼衣 外衣在当时的人中有 你像穷人 这个外衣做当头 晚上还还给他的 这通通拿走算 走一里路 我还陪他走良历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情况之下 人家强夺你的 要你的东西 一借你你就给他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主耶稣很清楚的 可以看见我们 这是一个怎么样 这是一个个人法则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明白啊 旧约圣经一眼还眼的 那一个规定 不是你自己可以做的呀 旧约的那个处境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要在法庭里面的 在以色列人的工会里面去支援 你不可以个人的情况下 人家打那个右脸 就马上把人家打回去 不可以的 换句话说 已经有一个 法制的单位 机关 在执行公义 你个人不要有 私人的报复行动 这是旧约里面所讲的 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 他在那一个国家面对 这种很卑微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呢 他告诉属神的选民 你不要采取个人的报复行动 人家怎么对你一眼你就还眼 人家打你左脸你就打人家右脸 人家这个墙逼你走一缕路 我就给你搞小动作 不要 主耶稣说不需要这样的做法 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 你用温柔的态度 用一个柔和的态度去回应 而不是一个强烈的对抗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在后面有讲到 要爱你的仇敌里面讲到 这样做的目的是感动对方 让对方能够 以我们同享天国的美善 我们基督徒 像主耶稣当时的群伦讲 已经在天国里面的人 我们的身份已经转换 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转换 我们对于这世界的得失 的看法是不一样 而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使命 就是盼望每一个人 都跟我们一样 怎么样 一起享受这一个天国的福 那么对于那些罪人 对于那些不法的人 你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 能够与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呢 那不是说他打你就打他 他乃至用一个方式 用一个他想不到的方式 一个柔和谦卑的方式 好像主耶稣来到世上 也是一样 这样子承担 默默无关承担世人的罪孽 甚至于承担卑微到一个地步 死在十字架上 他这样去做 那么天国的子民 要效法耶稣的作为 所以这是这边所讲的 一个情况之下 你不用世界的方法 争取自己的绝对权利 为了别人的好处 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 基本的一个精神 所以你从这个里面来看 我们有几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第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 随便让人家打来打去的 打你左脸打你右脸 到处乱打 不是 你如果要被别人打 愿意放下来 其中背后有个原因 是要把这一个人带进天国里面去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 不是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里面都是退缩 你不做 不主张自己的权利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盼望对方与我同得福音的傲处 在这个原则之下 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 是这段经文的教导 不是要基督徒变成一个软弱的 好像什么处境之下都 都退让 游着别人打 不是这样的 你有个基本动作嘛 主耶稣来到世上 默默无声的为我们上十字架 领受羞辱 在那个罗马兵丁的那个关押里面被打 被吐唾沫 然后带荆棘冠冕 他这样做为什么 是他无能吗 是他没有办法吗 不是啊 他忍受这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要完成救恩嘛 他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 他就对于眼前的羞辱 他就不计较了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嘛 不是叫基督徒动不动 没有理由的 任由对方罪性的发挥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反正是叫我们嘛 左脸打了右脸打 准确的去了解经文 否则你会被白打 保罗也是一样啊 你看看保罗基本上来讲 他在耶路撒冷被陷害 以后他上告该杀 他就告状了 他没有说 你告完完无所谓 我认命了 没有他上告了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对于法利塞人的错误作为 严银地指出他们的错误 你把这些事件综合起来看 你就明白 这一段经文 他基本上所讲的 不是基督徒懦落无能 什么事情都退缩 指的是说 为了福音的好处 为了那个迫害我们的人 他也有机会向神转回 与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 我们放下我们的权力 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 所以有这样准确的认知 我们才能够平衡的看这些经文嘛 更何况今天我想 我们有一些司法上的救济 如果真的有这种暴力的 不合理的情况下 法律已经规定了 要了解法律是神赐福人类的一个工具 所以有司法来主张嘛 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 说这些官员不是空空配件的 他们是怎么样 是赏善罚恶的嘛 所以已经有司法可以做这个经营 如果有人也不会 对他也没有福音的好处 他只是恶意的一意的恶行 有司法的途径可以处理嘛 当然这一段经文 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不容易的 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朋友犯的错 我们比较容易了 要对一个这样的迫害你的人这样做 我们有的时候发现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权力降低神的要求 我们只能奋力的去遵行 尽力的去做 也许在这条学习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不是那么快的对付我们牢窝里面 不是那么愿意的放下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行 不可以停在原来的位置上 这是很重要 你看光是这一条的要求 你知道我们做光颜的生命 不是那么容易的 若不是靠着神 若不是生命被神改变 我们做不来的 但是既然已经得救了 就要从这个方向去迈进 所以鼓励每一个人 要从自己的家庭里面 操练这个更高的意义 这就是胜过文社和法利山人的意义了 这个更高的意义 你在家里面 是不是能够很为别人的好处 放下自己的权利 你是不是为了家人的信主 愿意忍受一些别人 对我们的人潮乐讽 是不是愿意用爱 来回应那个对我们恶劣的作为 从家庭做起 先从家庭操练起 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 你不可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生恶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 你整天咒诅他 或者你跟他一样有什么用呢 用光照进去 用善来回应恶 这是圣经的标准 这跟我们的老我生命是不一样的 我们放不下自己的权利 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迈进 而且我们也知道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常记得说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不要自己去报私仇 不要自己为自己去争 很多情况之下 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交给主 别人用错误的方法对你 你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回应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有心真命 我们按着神的吩咐 用正确的方法去做 所以这一段经文 虽然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应该奋力的去遵行 在一生的身边被神改变 一个懂得从神的眼光看人 如果神跟我们也是一样 看见这个人对我们不好 马上就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对他 今天没有救恩了 我们怎么对神 主耶稣来到世间 为人来到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把他钉死了 我们把他钉死了 他最后怎么办 他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么高的 一个爱的表现 其实是我们追寻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努力 然后 最后一个第六个方向 主耶稣要教导我们 恨恶罪 但是要爱人 马来福音第五章 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又是对古人又吩咐了 说什么 要爱你的灵舍 这个我们明白 恨你的仇敌 其实我们从 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 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 要恨我们的仇敌 这个很可能是 犹太人在亡国之后 一些文士 根据他们的处境里面 所研发出来的 或者说是 这一个昆蓝社区 这个 与世隔离的这个社团 他们之间的一个 对敌人的一个态度 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 爱你的灵舍 然后怎么样 要爱仇敌 要爱 人是要爱的 但是我们不爱罪啊 今天你看见 今天人的仇敌是什么 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 在美国 因为大选的关系 支持不同的候选人 那个支持者之间就变成仇敌了 我看你不尊严 你讲什么不对劲 彼此攻击慢骂 这是今天的社会 只要与我不一样的人 我不单单说 表面上讲得很好听 说我们可以接纳 不同的人的说法 实际上我们才不接纳 我们对于那个 不同的说法的人 我们攻击他们 我们巴不得他们受咒诅 这是今天这个世代 基督徒要从这样子的盲点出来 人是要爱的 哪怕这个人 跟你的看法想法不一样 还是要爱的 但是罪要对付 这个是很重要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今天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一些讲法 把这两个分不清楚 很多人讲说 你要爱我 连我那些犯罪的行为 你都要爱 基督徒反对同性恋 但是我们愿意 接纳同性恋者 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 你如果接纳我这个人 你就要接纳我的行为 我一直在讲 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 都懂这个道理 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不会接纳 我们孩子的 每一个错误行为 对不对 孩子不好好念书 整天打电动 不好好锻炼身体 我们都会纠正他们 我们纠正他们 正是因为我们爱他们 所以爱人是要爱的 但是罪行是要拒绝的 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那么你既然说爱人 又拒绝罪行 那么对于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 态度是什么呢 他说要为仇敌带导 要为仇敌祷告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祷告常常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能 我常常讲 祷告就是一个亲近神 当我们充满了劳 我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恨的时候 我没办法祷告的 你来到神面前怎么祷告呢 你里面不平安不平衡 什么时候我们的双膝 跪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的原则 就会产生力量 今天人有的时候 落在罪里面 就是不肯来到神面前 跪下来 主耶稣教导我们了 为仇敌带导 祷告 你能够为他祷告吗 你能够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的价值观 原则力量 东东展身 你要不要试试看 对那个你看不顺眼的 你很讨厌的人 你能不能够用一个 为他祷告的态度 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 没有叫你去恨 我们也许不同意他的做法 但是并不必要恨之 恨之这个爱之欲其身 恶之欲其死 不要 为他祷告 求生给他机会 让他转回 这是一个真正的 爱的一个表现 然后主耶稣下面讲 就好像怎么样 要我们学习天父的作为 天父的作为是什么 马太福音第五章 四十五节 他说怎么样 他说 这样你就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他说如果你能够 为仇敌祷告的话 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 这边要注意 这个做你天父的儿子 不是说我为别人祷告了 我才能够得救 不是 这边讲的是说 你得救了之后 你应该流露出 你天父的那个属性 他是爱世人的 他怎么个爱法呢 他怎么样 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这是普世的恩典 上帝让阳光 照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没有说你得罪神的人 没有阳光 上帝降于给大地 需要滋润的时候 没有说你因为你不信神 所以你那块田地 就是刚和汉 普遍的恩典 临到所有的人 这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 我们要懂得爱人 但是我们恨无罪 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 说怎么样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你要胜过 那个你所讨厌的人的价值观 你不要只讨厌这个人 结果你做得跟他一样 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 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他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 当时犹太人 看税吏看外邦人 最看不起他们的了 主耶稣说 如果你不能够为你的仇敌祷告 你就跟他们一样嘛 你看不起他们 但是你的做法跟他们是一样的嘛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爱的态度 这个爱就是怎么样 爱世上所有的人 这个爱是超过 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 爱仇敌 看见那个人的价值 看见那个人 也是神为他死在十字架上 看见那个人 也是神要救赎的 为此我们能够为他祷告 这是一个心境的改变 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带着老我的生命 我们还是一样 对于那个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巴不得神咒诅他 巴不得神认修理他 求神改变我们 我们能不能用神的眼光来看 因为如果神按照我们 老我的生命的态度的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救恩了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替我们死 我们罪人就是我们拒绝他 我们排斥他 甚至基督来 我们还把他钉死 但是神没有收回他那个恩典的手 一个在天国的子民被要求 我们的生命观被转变 流露出那个爱 爱你自己所爱的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爱那个不值得爱的人 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流露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不容易的功课 但是这是神的命令 你要做光做盐吗 如果我们跟这个黑暗的世代都一样 光在哪里 盐在哪里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要在这方面 好好地去学习 好好地去面对 所以主耶稣在下面 才讲出那个最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你要做到以上六点吗 他说你要怎么样 学习像天父完全一样 马代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边的完全指的是神的属性啊 属性上的完美 圣洁公义慈爱 他说我们要效法他 这一个效法 是一个终其一生要操练的一个功课 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一个 那个恩典的一个救赎 白白地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必须流露出这个恩典 把这个恩典传达给其实这个人 而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边其实他用的是一个 未来时代 说明这个像天父完全一样 是一个目标 终极一生的目标 基督徒有的时候要这样子去看见 像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永远达不到 天父何能完全 达不到 但是要继续的努力 在神的面前 奋力的为这个目标而做 允许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一触可及 但是我们纵然跌跌撞撞 也要不断的朝着那个目标迈进 好像前面讲 我们不可用报复手段的那一部分所讲的 那个不要以恶生恶 要以善生恶一样 那不是我们一下可以达到的 但是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失败呢 软弱的呢 不要气馁 靠着主爬起来再往前行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这种由内里的生命的改变 来影响外在的生活 这是天国的使命所要做的 所以你看到八福一开始 先改变我们的这个性格跟生命嘛 然后就要流露出这样的作为 谁能够做到这一个部分 就是耶稣所讲的 流露出了光颜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都要从这个六个方向 天天的来检视自己 鼓励自己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个性 是不是一个愿意被神改变的 不再是那一个暴力的那种 那种充满了那样的愤怒 或者是那种瞧不起的人的那种性格 要被神改变 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是不是很严肃的拒绝 今次的这种淫乱之风 不让他去清洗我们的思想 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 我怎么看我的婚姻 我是否愿意坚守盟约 我们夫妻双方按真理相爱 为神建立一个和神心的家庭 这是对天国子们的要求啊 然后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自己在所属的群体里面 是不是一个让别人认为 我们是一个诚信格高的人 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都是公平公正 那样的诚实无为的人 然后也要检视自己 我们是否愿意为天国的缘故 学习以善甚恶 放下自己的权利 为天国的缘故 为了神国的一个拓展 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 我不要用恶人的方法 对抗恶人 我愿意以善来生活他 然后我是否愿意爱人 爱世人 爱那个不值得我爱的人 爱那个我看起来是跟我对抗的人 为他们祷告 我拒绝他们的行为 但是我知道这个人 也是神用重价 愿意为他付上代价 盼望他回到神国度里面的人 所以今天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什么是光颜的指标吗 按照这六个方向来检验 恐怕我们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但是感谢神 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努力 在那边苦苦好像做苦工 修炼苦行一样 我们有真理的导印 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学习顺服神 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这样子的生命力 成为这个世代的光颜见证 也成为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胜过处境的生命力 神爱我们的 信耶稣 不是只是指向将来的上天堂 信耶稣 从今天就可以得百倍 这个百倍 透过我们的生命被转变 感谢神 借着祂的话语向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借着圣经留下宝贵的教训 彻底的颠覆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跟使命观 让我们这些人真的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 谢谢祢借着登山的宝训 给我们定出了清楚的标准跟方向 在祢自己的真光前面 我们看见我们都不完全 看见我们一点都不敢置疑 看见我们需要在救恩里面 不断的天天的靠着主 奋力向前 让我们的性格被改变 让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被改变 让我们对祢的真诚的信靠仰赖 成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经历 谢谢主 祢何等的爱我们 祢愿意赐福我们 祢定下了我们蒙福的道路 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因为敬畏祢 我们得以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 奋力向前 谢谢主耶稣 感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将属天的福分 传达给各位 神乐意赐福你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慧式的感动与交通 与全体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